這部車出了大半年 但一直都沒有理會 今年年尾四年的基本保養到期 之前也想預約星期六回去製作 不過也頗難預約 趁屯門新開的中心就預約了 駕駛進去時說說這部車有甚麼問題出現過 其實想想下也沒甚麼 主要是對上搖臂 這批早期的Model 3到某個理數都會有怪聲 不過我換了避震 回到床應該不會幫我攪 本來訂了一對打算拿出去換 但看過外國的影片有一個簡單方法 按摩完之後又可以 過了大半年都沒有聲音 上次Giveaway也做了調查 大部份車主回去廠搞都是雜聲 這裏屯門新中心都是一貫的鋪排 Reception 沙發 衛生車廠發 這套鋪排不是用的嗎 充電方面有四組SC V3 只是維收車輛用 不要萬鐘鐘進來充電 還有一個洗車區 跟充電一樣都是要看看情況 多不多車應該就不保證一定有 这个屯门维修中心好像暂时是最大那个 有十几对积 车就放下了 其实整个流程就很简单的 拍了一部车之后 职员就会出来讲解一下 你部车有什么情况 预计告诉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拿车了 到时拿车再跟大家说呢 趁这些时间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想起附近建法里那里有间咖啡店 因为之前看到Supercharge那一次 来过充电的车主不知有没有留意到呢 店铺小小装修就是日本蜡蛇风格 除了饮饮咖啡 食物都是从轻食为主 Bagel Muffin 这些都是包类的食物 中途就按了app来看下 会转成为维修模式 趁这些时间不如又讲一下 翻厂服务的普通货品 我都找过一些资料 换冷气价就430元左右 吊胎Model 3就600元 Model Y就900元 四轮定位就大约2400元 还有大家可能听过的大小计划 小计划是2000宗 Model 3就会比较便宜一点 小计划是会查车 看看大小电 比较便宜 比较皮 胎纹这些基本东西 底盘 车轮螺丝都会retorque一下 包换冷气格 水泊 好像还有掉胎 大计划是4000元有找 在小计划之外 再加上换比较油 四轮定位这类复杂一点的东西 床就没有硬性规定要回去service的 觉得有需要就回去做一下 一年大一年小的 其实我都没有回去做 可能在过保之前回去做一次大计划也好 刚才收到电话就说完成了 比我预期中快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而且APP都会弹出来显示完成 现在就回去拿车 原来是后座安全带的电线接触不良 最后就成早换了 终于完成了 我可以走了 这段影片就到这里了 记得留言 赞和订阅 如果你都有翻厂的经验 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拜拜